狐狸猫和小树蛙 约定要到狐狸猫家里复习功课 小树蛙回家整理好东西后 依照约定的时间到狐狸猫家按门铃 叮咚叮咚 小树蛙按了好几声门铃 狐狸猫才出来开门 小树蛙好奇地看着门铃 门铃只有一个开关 它很好奇 电铃是怎么发出声音的呢? 狐狸猫决定先跟小树蛙 复习上次学的电流磁效应 电流或运动中的电荷 会产生磁场的现象 称为电流磁效应 而我们可以用安培右手定则 判断电流周围的磁场方向 以长指导线为例 右手大拇指的方向 顺着导线中电流的方向 四指自然弯曲绕导线旋转的方向 则代表磁场方向 若将长指导线 弯成圆环状 变成螺旋形线圈 通以电流后 四指自然弯曲顺着线圈中的电流方向 右手大拇指 则代表磁场方向 接下来 为了让小树蛙理解门铃 与电流磁效应的关联 狐狸猫在家中找了以下的材料 电池含电池做两组 七包线一捆 铁棒两根 导线附鳄鱼夹一组 磁针两个 狐狸猫先拿七包线绕着铁棒二十圈 然后告诉小树蛙 要注意两端 留出一定长度的七包线 因为等一下 要接上电池的正负极 并且以砂纸 刮除七包线外的绝缘物 不然不会形成通路哦 接下来 拿出电池做的一端 接上导线 这里要注意正负极 有没有接错 导线的另一端 接上刚刚缠好的七包线 把磁针 各放在缠好七包线的铁棒两端 狐狸猫告诉小树蛙 它完成了一个简易的 电流磁效应的装置 接下来要来做实验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小树蛙将电池 装进电池座后 发现磁针有偏转现象 狐狸猫告诉小树蛙 这时的铁棒 因为线圈通电后 产生了磁场 使铁棒具有磁性 而这样的装置 成为电磁铁 小树蛙提出了疑问 如果我将电池取出后 这根铁棒还会有磁性吗 狐狸猫回答他 电磁铁的特色 是可以随时启动和关闭 但是软铁棒的磁性 在电流关闭之后 就会消失 而硬铁棒 则能保留磁性 你观察看看 这根铁棒是硬铁棒 还是软铁棒 小树蛙回答 这个铁棒的磁性消失了 所以是软铁棒 接下来 狐狸猫考考小树蛙 如果今天想改变 电磁铁磁场的强弱 可以如何做呢 看着桌上的材料 小树蛙想到一个办法 它拿起另一根软铁棒 重新绕了40圈 想试试看 增加单位长度的线圈圈数 会不会让磁场变强 这时磁针的偏转幅度更大了 狐狸猫夸奖小树蛙 非常聪明 它请小树蛙 再动动脑 还有什么方法呢 小树蛙实在想不到了 狐狸猫不说话 把原来缠了 20圈的软铁棒装回 然后把只有一颗电池的装置 再加上一颗电池 让电流增加 这时磁针的偏转幅度更大了 接下来同学们来想想看以下的问题吧 做完实验以后 狐狸猫向小树蛙 介绍电磷背后的原理 电磷内部构造 由电磁铁 弹簧片构成的电路 当小树蛙按下门铃时 使电路接通 电流经过 构成回路 电磁铁 由于有电流通过 而具有磁性 弹簧上的铁片 被吸向电磁铁 这时连接于末端的小锤 撞击电磷发出声音 但当铁片移向电磁铁时 相连的弹簧片的接点分离 使电路中断 电磁铁失去磁性 弹簧回到原位 当弹簧片回到原位时 电路附通 电磁铁又具有磁性 再度吸引铁片 铃声因此又响起咯 小树蛙回家后 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做了重点整理 软铁棒放入螺线形线圈中 线圈通电产生的磁场 会使软铁棒具有磁性 此装置称为电磁铁 增加电磁铁磁场大小的方式 有增加电流大小 增加单位长度的线圈圈数 最后 和狐狸猫与小树蛙 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除了今天介绍的方法外 还有哪些方法 可以增加软铁棒的磁性呢 也可以想想看 在日常生活用品中 哪里还看得到电磁铁的运用呢